你不是怎麼看 因為聽說主任都發局好像已經是拿到了監測報告的部分 那你們有初步的觀察一下裡面是不是有異常 我所這個了解 所有的這個監測的資料 包括他們的監控日誌 該保存的這一些證據 我們都會做保存 那原則上這一些所有的監測的這個資料 我們還是要經過這個專業的計事公會來做判定 那所有判定的所有的資料 我們都會透過這個證供處 移送給這個檢調單位去做這個鑑定 包括判定 有沒有違法 或是有違這個公共安全的這個部分 我們在保存證據的部分 一定會做到這個該有的資料 都會做保存 我們從10點半大概給25戶的受災戶 能夠回來拿他們貴重的物品 那在這裡當然有很多人告訴我說 第一個 為什麼要分三輪 那第二個 也許時間太短 所以原則上我要跟所有的這個受災戶 包括我們的市民報告 因為這一個建築物現在是傾斜的 人在裡面 這個我們從外表看好像沒有怎麼樣 但是在進去的時候 它是傾斜的 所以人在傾斜的這一個環境裡面 它也許是不能平衡 待在裡面如果待了太久 那原則上 它會這個不輸 所以我們希望在短時間內 它能夠把它貴重的物品 包括重要的文件 能夠拿出來 那給它最起碼有三輪 也許它回去又想一想 還有哪一些東西 還沒有拿的 那原則上在第二輪 再包括第三輪 再來這個拿東西 這個大概是我們現在配合 不管從這個專業的安全結構機師的建立 還有我們這個消防局的這個收救隊 所有在收救的這個專業的判斷 遠離這樣的這個時間 那也請所有的這個收債戶能夠體諒 那我們絕對會配合這個收債戶品身上面 能夠達到他們該有的需求 但是這一種大型的這個物品 也許要搬出來大概是不可能 那還有一些這個租屋的學生 也許是他們因為裡面好幾間的房間 那我們的同學也許在上課 時間沒有辦法配合的部分 我們會來協調 在它可以這個來拿起 它的這個物品的這個時間 我們再來做配合 市府跟基泰這邊的態度怎麼樣 您自己目前事發至精確 市府的話其實一直都是很幫忙 從當天發生到現在 其實看到他們是真的就是都在都在奔波 基泰 我都沒看到人啊 從頭到尾其實都沒有看到人 沒有慰問 其實名單都有 對吧 他們如果說真的 真的9月7號那天在現場的話 應該是可以跟市府一起去做慰問 不是現在目前看到就只有前進指揮所的這個帳篷而已 建設公司應該也可以做吧 對吧 就是關鍵不是在說 他的總經理在不在現場 關鍵是他做了什麼 房子其實已經下線了 他在這個地方保護大家的生命財產 好像有點多此一舉 那會不會覺得說市府跟基泰應該要有一個統一的窗口 讓你們比較好聯繫這個樣子 是 應該是要有一個統一的窗口 但這個其實問題本身來講 並不是在看市政府和基泰 他得派人出來啊 他們還是要出來面對 是 他們其實是要出來面對 是 他們其實越晚出來 越晚來面對我們這些受影響的住戶 其實後面會越難處理 想問一下 因為昨天總經理出來的時候 他就是說 其實都有到啊 然後 可是什麼 副市長這邊不認識他啊 我剛才大概也做了一個釐清 因為我那一天接到電話的時候 就在禮拜四晚上 我接到電話的時候 大概從家裡這個趕到這個現場 那到現場的時候 其實房子是有一點點傾斜 但是還沒有呈現 那我在那裡就這個趕快要求我們的消防局 包括水處 包括我們的衛空處 能夠在水的這個部分就開始去灌水 但是因為這個在現場 這個租稱一直大概 這個擠壓 扁聲 一直產生聲音 我說那個灌水可能會來不及 來不及 後來大概 我站在那裡 將近差不多四十分鐘 主飛完了以後 那個房子再呈現下去 可能我們所有的媒體 在那裡也有拍到房子這個呈現下 那我就跟他們那個指紋講說 這麼大的這個問題 從這個我了解到現在已經到十點 那工地就只有你們指紋在這裡 上面的高層都沒在 他在告訴我說 我們總經理在旁邊 他也沒有來跟我打招呼 我也不認識他 但是從那天晚上過後 我就沒有看到他來 他不能用他昨天那一天的晚上說 他都一直在工地 那所以到禮拜六的時候 我們救災已經到一個階段 我一定要再跟他談 我們現在這些救災的 所這個 支持的這個費用怎麼處理 再過來 我們安置的部分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再過來就是 是怎麼樣的去把它重建 那公司到底要拿出什麼樣的這個決策 那禮拜六我要求他 是不是跟他們指紋講說 可不可以請總經理 我們來談一談 但是他就避不見面 電話也不接 我們的杜瓦吉的局長 這個打電話給他的秘書 那秘書也說 我這個接不到我們總經理 那是這麼樣子 那天中午 我才嚴厲的譴診 過程是這麼樣子 所以他不能拿那天晚上說 好像他一直都在那裡 禮拜六禮拜天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來再到現場 那至於董事長 他已經表達他負責 他又是建築師 他又是博士 其他又是他創立 他就是總經理 一生的心血都在這裡 那 接下來可能董事的事情是董事會決定 我總經理可能不能決定這件事情 總經理 你好 我是民視新聞 想問一下 台北市有規定地下城開挖到12公尺的時候 總經理 你情緒還好嗎 你說 好